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医院必超市的主任 但凡有些不确定的急针影像 医院都会打电话喊我 我把手机夹在脖子和肩膀中间 同时麻利地起身穿衣服 可手机里传来的却是婆婆的声音 廖云 你表嫂明天准备去你们医院做必超 你悄悄帮忙看看 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深呼一口气 妈 医院不允许鉴定胎儿性别 什么允不允许的 你悄悄看 悄悄告诉我不就完了 真是迂腐 婆婆发完指令 挂了电话 我哪里还有睡意 这种事隔几天就要上演一次 我成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医院中介 好像医院是我开的一样 后面子的婆婆到处给我拉病号 好像多拉几个病号 我就挣了大钱子的 她哪里知道 都是儿媳妇我亲自去排队挂的号啊 实在不行 我就求同事帮忙排队 可这些 婆婆根本就不信 她说我矫情 不就是挂号找专家吗 你们医院难道没有绿色通道 我知道 这是给婆婆脸上贴近的好事 婆婆享受得紧 那天我就喜慈慈地告诉我 老家亲戚为了感谢她帮忙联系专家 送了一大豆鸡叶菜和土鸡蛋 那是城里见不到的绿色食品 可面对我的抗议 丈夫也无可奈何 其实当年 婆婆是极力反对我和丈夫的婚姻 因为婆婆有洁癖 而我是医生 医生天天和病人打交道 细菌啊 病毒啊 还不都沾了身 最后不都带回了家里 即使后来 她勉强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可丝毫不掩饰对我的嫌弃 她在门厅那里改造了一个小门厅 专门供我进门换衣服和洗手 否则不让进门 吃饭的时候 别人都是吃公用碟子里的饭菜 唯独我 被婆婆用专门盘子 成了饭菜夺吃 我在被管输了两次后 坚决不再登门 除了节假日不得不去 婆婆对此颇有微词 逢人就说 我是个蛇仙女人 把她儿子拐走了 我忙得要死 哪里空闲和婆婆斗起嘴来 爱怎么说 随她吧 婆婆对我突然热情起来 是因为她懒尾炎住院 同事们听说她是我的婆婆 自然都礼貌地对她嘘寒问暖 主刀大夫是科主任 在手术前为了安抚婆婆的情绪 就说了一句话 您放心 有儿媳妇在 手术肯定会非常顺利 婆婆就自认为我帮她走了后门 于是对我感激涕零 逢人就夸家里有医生的优越感 导致亲戚朋友们把我奉为医院的厉害人物 大事小事就都来找我 我苦不堪言 中午刚下班 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问我表嫂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就如实回答 是女孩 我刚想嘱咐婆婆不要出去乱讲 婆婆就暗声叹气地挂了电话 几天后正在班上的我 突然被院长叫到办公室 院长严肃地问我是否违规 帮孕妇鉴定过胎儿性别 我一脸懵正想回答没有 院长就把一封举报信递给了我 这是一封实名制的举报信 举报我私自将胎儿性别告诉她的家人 当我看到举报信末尾的签名 盖在了原地 举报人就是表嫂 这是要多恨我才会选择实名举报呀 我被暂时停职 事情明摆着一定是婆婆告的密 我愤怒地回家质问婆婆 婆婆气愤地说 她还有脸去举报你 这头胎是个女孩倒霸 这二胎还是个女孩 这不是要了你二姨的命吗 趁早流掉还能再坏 我瞠目结舌 怪不得表嫂恨我 原来是二姨逼表嫂流产 我让婆婆赶紧打电话阻止 女孩怎么了 女孩也是人呀 婆婆白了我一眼 孩子昨天就没了 你二姨说 不流产就离婚 我贪婉在沙发上 没想到自己一时心软 竟然害了一个小生命 这简直造孽呀 和婆婆真正冲突起来 是因为公公突然生病 左腿瘫痪 公婆感情一直很好 我甚至一度以她们的婚姻为典范 可谁知 从公公住院开始 婆婆便一次也没有来到医院 她说 病房里全是细菌 她只是想想就怕得要死 而且公公大小便都在床上 简直恶心死了 既然婆婆不能来医院照顾 那就雇个护工吧 婆婆把丈夫骂得狗血淋头 说 那是你亲爸爸呀 你小时候都是你爸爸 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你 现在 你难道不应该反哺吗 丈夫就一脸为难 我当然会好好尽孝 可是未得上班呀 即使请假 也不能无休无止 婆婆不依不饶 非要丈夫亲自照顾公公 奈何不了婆婆的哭诉 丈夫只好暂时请了七天的假 没日没夜地守在医院里 看着丈夫脸色越来越惨白 我心疼不已 这铁打的人也熬完了呀 我就告诉婆婆 要再这么熬下去 你儿子迟早得病倒 婆婆就耿着脖子说 我不管 反正我不去医院 要不你替我儿子去 我气得差点吐血 我一个儿媳妇 去伺候瘫痪的公公 太不方便了 婆婆摆了我一眼 你不是医生吗 什么病人的身体没见过 我气得怼他 老伴就是老来相伴 老来相互照顾 您天天跳交易 我玩手机 有没有想过我爸爸的感受 如果躺在床上的是您 我爸爸置您不顾 您会怎么想 婆婆的眼神躲了躲 我这不是有洁癖吗 我以为深长地看了婆婆一眼 有洁癖就致夫妻情分于不顾 我坚决给公公雇了护工 公公出院 我雇了救护车把公公送回家 可担架都到门口了 婆婆死活不让公公进门 她哭着求丈夫把公公送到我们家 说她受不了公公瘫痪在床的吃喝拉撒 丈夫说她已经请了最好的护工 可婆婆依旧不宜 说屎尿味肯定少不了 她会窒息死去 公公虽然双腿瘫痪 但她神志清楚呀 公公气得破口大骂 说婆婆简直蛇蝎心肠 竟然要赶她走 总不能就这样僵着吧 我和丈夫只好暂时把公公安置在我家 公公气得老泪纵横 说熬了一辈子的婚姻 到头来竟然被老婆赶出家门 嚷嚷着要和婆婆离婚 我和丈夫好一顿安抚 说这病切记情是激动 婆婆只是有洁癖而已 其实心里还是非常关心你的 我就合计着找时间 一定要和婆婆好好谈谈 毕竟公公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要做长远打算 那天刚进婆婆家小区 就被居委会阿姨叫住 阿姨非常严肃地对我说 家和万事兴 你们怎么能窜度公公和你婆婆离婚呢 大半辈子的夫妻了闹到这一步 这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 我一脸懵 啥情况 我正要辩解 阿姨又语重心长地说 你婆婆哭着来找居委会 让我们给她做主 说你们把公公抢了去 窜度多家产呢 我简直气笑 虽然婆婆是长辈 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这简直太不要脸了吧 我对阿姨说 没事 我一会儿就把公公送回来 我再窜度他们和好 阿姨为难地说了 你婆婆说 你们必须给她道歉 否则就和你公公离婚 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吓得一手好奇啊 又占了礼 又将公公拒之门外 我和阿姨道别后 扭头走了小区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婆婆有洁癖是真的 但也不至于连老伴生病都不管不顾吧 从她散播谣言这件事上 似乎铁了心要和公公决裂呀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 我忽然大脑一激灵 莫非婆婆有了婚外情 经过我多方留意打探 还真让我发现了端倪 婆婆和一个叫林刚的大叔走得很近 俩人是老年交易舞队的舞伴 有时候甚至看到婆婆和林刚 一起逛街吃饭 掩然一对西洋恋的情人 事态非常严重 难怪婆婆嫌恶生病的公公 原来是心早已飞走了 我悄悄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丈夫 丈夫的火爆脾气 蹭得就燃爆了 说要找林刚算账 我气得拽住她 你管好你妈就行了 管得了别人吗 当我亲眼见到婆婆和林刚 跳交易舞的场景时 我终于确信 婆婆要令你高知了 面对我的直言相问 婆婆一脸羞涩地告诉我 她找到真正的爱情了 婆婆说 她这辈子最受不了的 就是公公的邋遢 不讲卫生 每当她看到公公扣鼻屎的动作 她简直恶心地想吐 而今她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这人不仅特别干净 而且总是对她温文尔雅 不过婆婆说 在和公公离婚之前 她不会做出任何越轨的行为 她离婚只有一个条件 房子留给她 公公就气得暴跳如雷 做梦 不知羞耻的女人 看来让婆婆收心 不是一件意识呀 我和丈夫正愁不知道 如何劝婆婆回心转意时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犯错误 我主动轮岗到区医院 而婆婆居住的小区老年人体检 正好在我现在工作的医院 婆婆的体检报告 是我帮她去拿的 报告里显示 婆婆的肺部有清晰的异常 我就劝婆婆赶紧去复查 婆婆哭得肝肠寸断 说上帝为何对她不公 好不容易想为自己活出精彩 竟然让她患上肺癌 婆婆说 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就去见阎王了 她想让自己的余生 不留任何遗憾 听说婆婆得了重病 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公公 突然就默不作声了 公公说 她同意离婚 也同意把房子给她 事到如今 我们小辈人也不便插手 公婆离婚异常利索 婆婆离婚后第七天 我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问我周末有没有事 陪她一起逛街 我尴尬地说 周末答应了公公 陪她去博物馆 又一个周末 我又接到婆婆的电话 问我是否有空陪她 我又为难地说 我们答应了公公 去郊区野餐 我就纳闷地问 林叔叔没陪你吗 婆婆就忽然哭了起来 自我离婚那天 她就不理我了 我现在顾酷伶伶一人 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我赶紧劝她 那周末我带你一起吧 相见清甜的空气 清润着每个人的心田 粉红的桃花下 公婆第一次相亲如宾 聊着家常 看着公公已经能 拄着拐棍行走 婆婆开心地笑着 晚上我接到婆婆的电话 夸我把公公照顾得好 说她比以前更整洁健康了 可不是我照顾的 爸爸说了 她要使劲锻炼身体 把自己变得更健康 万一将来没人照顾您 她要亲自伺候您 她现在特别讲维生 是因为您有洁癖 她怕惹您生气 把她赶跑 电话那一段 婆婆突然抽气起来 我又给婆婆发过去 几张相片 相信婆婆看了后 心中一定有不小的触动 半个月后 公婆复婚了 我给婆婆发过去的相片 是林刚的几张生活日常 我的一个朋友 是林刚的邻居 我拜托她 照几张林刚的生活照 照片中的林刚 穿着脏兮兮的大衣 抠着鼻屎 单身多年的林刚 哪里还顾及什么仪表 婆婆就纳闷地说 她在我面前 穿戴可整洁了 您知道林刚的女儿是谁吗 您还认识呢 我故意卖起关子 婆婆总会想到 林刚的女儿就是表嫂呢 那天在医院门口 遇到表嫂 着实让我惊讶不已 我礼貌地上前问候 表嫂坚酸刻薄地说 这不是大医生吗 来小医院指导工作呢 我真心给表嫂道歉 说如果知道二姨 重男轻女 我一定不会告诉 婆婆胎儿的性别 表嫂脸色立刻苍白起来 我已经和你表哥离婚了 咱们已经不是亲戚了 不用对我这么热情 我无奈地准时离去 表嫂又突然叫住了我 我忘了一件大事呢 咱俩马上就结新亲了 你婆婆喜欢上我爸了 等着吧 有好戏看了 我呆成了木头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婆婆喜欢的林刚 竟然就是表嫂的爸爸 而表嫂恨我将婆婆的胎儿 性别告诉了二姨 害她流产 于是就窜度自己的爸爸 接近我婆婆 外表干净儒雅的林刚 对有洁癖的婆婆大家赞赏 很快博得了婆婆的好感 因为洁癖 婆婆这辈子 没少和公公干账 突如其来的赞美 让婆婆满心喜悦 没想到那林刚 甲习真做 真想和婆婆在一起 条件就是搬进婆婆家 要知道婆婆的房子 可是去年才换的三居室 婆婆的体检报告 其实被我做了一点小手脚 报告数据是真 只是我故意在婆婆面前 夸大了隐含的风险 让婆婆误以为自己得了肺癌 那林刚还不吓跑了 患难见陈情 一切计划其实都是瞒着公公的 可她为了婆婆余生能过的幸福 毅然同意离婚 还把房子留给了婆婆 并且努力复健 想亲自伺候婆婆 这一切感动了我们 也感动了婆婆 一场家庭风波终于平息 相信婆婆的洁癖会因为爱而慢慢收敛 公婆生命中的夕阳红 会越来越美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